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说在你们的身上 安山钢铁公司第二炼钢厂青年团结炉的职工 在迎接生产新高潮中 一马当先 连续创造优质快速炼钢的新记录 超额完成了今年第一季度的生产任务 这个炉的青年职工 热气腾腾 大闹技术革新 在二月份就多炼了4300多吨优质钢 降低成本45000元 提前四天半完成二月份国家计划 在笔血赶帮的运动中 树立集体主义思想 人人维护炼钢炉 争取炉炉出好钢 在迎接1965年工业生产新高潮中 做出更大的贡献 1962年6月 陕西省汉中县 44个中学生 在共青团汉中地委副书记周护的带领下 在这荒无人烟的离平山区 披荆斩祭 开啃了900多亩荒地 种植了数以万计的果树和其他荆棘作物 创立了离平啃植场 他们刚到山区 就在这18平方米的草棚里住过24个人 现在他们已经修建了40间房屋 这支青年队伍 由44人发展到了100多人 共青团员崔大方 成了饲养牲畜的能手 他现在是戏幕队的副队长 贫农的儿子杨远毅 爱唱儒家 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制造新农具 共青团员刘义霞 是离平山区的第一个女福利手 离平山区改天换地的有志人 为知识青年开发山区 建设山区树立了好榜样 北京市崇文区清洁队青年班里的青年人 在共产党员全国人民代表 石传祥的带领下成长起来了 这些青年人走千家 穿万户不怕脏不怕累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无产阶级硬骨头作风 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 青年班去年被评为先进集体 青年工人齐震刚 还出席了北京市的五号职工代表大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年轻人在这里学到的不仅是逃分的技术 更重要的是学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 神龙驾是湖北省西北部的原始森林区 这里蕴藏着大量宝贵的森林资源 和丰富的药材 为了开发这座宝库 一支年轻的铸鹿大巾 战斗在山势连绵 悬沿峭壁之间 开造一条八十公里的公路 通往神龙驾林区 在这支工程队里 有百分之八十是来自湖北各地的知识青年 还有许多女青年参加了这一艰苦的工程 她们和男工们一起勇猛顽强地登上悬沿截壁 工程队的青年人 以大庆人的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 为改变祖国一穷二代的落后面貌 头顶青天 脚踏河滩 开发万宝山 心怀敌情 常被不屑 练好本领 保卫祖国 辽宁大巾六年来坚持民兵训练 被评为全国民兵红旗单位 训练中从难从严 从实战出发 苦练过硬的杀敌本领 全师的射击成绩优良 并且结合学生学习的专业 进行了各专业兵种的训练 学校通过民兵信念 促进了学生思想革命化 为培养又红又专 能文能武的革命接班人 创造了有力条件 空军某部的女飞行员们 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 提高了阶级觉悟 成为坚强的空军女战士 这些从工厂农村部队学校来的姑娘们 在航空学校经过几年勇敢顽强的学习 参加了保卫祖国的空军行列 女飞行员平时勤学苦练 不断提高飞行技术 许多人被评为五号战士 和受益四号机组的光荣称号 中队长朱惠芬连续四年被评为飞行能手 获得优秀飞行员的光荣称号 年轻的女飞行员 以不爱红装爱武装的革命精神 保卫着祖国的领空